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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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聽的今天子余生活234,我是朱祺琳,張小柏 那為什麼今天只有我一個人主持,原因是因為我們另外一位主持人,雨貞啊 他今天剛好收到了這個年代新聞向前看的這個錄影邀約,那他到台北去錄影 那為什麼今天會突然有這個邀約,其實也是蠻意外,還是要感謝有一位這個從 可能是從別的時空過來的這個韓粉 因為記得前兩天雨貞剛好去這個高雄鳳山行政中心開這個記者會嘛 這個記者會來用當然就是韓國瑜在全國的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調車尾的這個記者會 那記者會完之後雨貞當然就用他的這個Facebook的粉專PO了這個記者會的照片 PO完之後底下就出現韓粉,然後就來叫囂啦 那當然這個如果是理性討論還是說這個 我們根據這個事實根據啊,根據數據還是根據這個正確的資訊來討論 這都沒有問題,但是這個韓粉很注意 他說什麼呢,這個韓粉的留言 他竟然穿越時空啊,他在雨貞的這個版下面罵他說 你們要黑韓國瑜之前你要看清楚 天下雜誌使用的數據是108年的好嗎? 請不要這個打臉你們自家人而一笑大方 那這個留言到底有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可大了 因為這個天下雜誌他講是2019年的縣市首長滿意度調查 那這個人就罵他說,你怎麼會用108年的呢? 然後我們就想一想,不對啊 2019年不就是,那不就是108年嗎? 所以這哪有什麼問題呢? 那所以原來搞了半天,我在猜這位韓粉 這個因為他看起來是個假帳號 但我們不管他,不管他是不是假帳號 因為他沒有色大頭貼 所以我在想說,他有可能是要標示 天下雜誌使用這個古年的這些資料啦 然後他竟然講錯年代 所以這個當下馬上被,哇這個留言 想不到這個留言破千讚 然後底下有上百位的這個網友全部跑來朝聖 然後大家就問他說這個是從別的時空過來的嗎? 還是怎麼樣? 要快點就來嗆聲,結果年代快點說不對 那當然,這兩天其實有很多人會對於韓市長的這個民調有一個疑慮 因為這個包含高雄市政府的這個新聞局 我們的王淺秋局長 他也有出來說這個送禮有一部分是這個古年的 沒有錯 他在這個施政力五個項目裡面 他的確是採用去年的客觀數據 但是但是他是採用去年的客觀數據裡面 我如果我們單從去年的數據來看的話 陳菊市長的這個施政五個項次的這個分數 其實是全國五都裡面排名 在六都裡面排名第二名喔 所以其實不差喔 那為什麼整個總體平均出來之後 會跑到最後一名 韓國瑜的名字會最後一名 原因是因為他有一個叫做加權分數 意思就是說 他原地的客觀分數是巨年的資料 但是他要加上近年 2019年 由一月份到八月份 我們高雄市民對這個新的市長 他們的這個感覺 不管是在經濟面的感覺還是文化面的感覺 還是各個層面的感覺 施政有感度 這些感覺整個評比下去之後 哇 竟然就把去年原本第二名的這個分數往下拉了 所以從第二名就往下掉掉掉掉 掉到第二十二名 原本是六都排名第二嘛 那全台灣就排名最後一名 那六都也是排名最後一名 這沒辦法喔 所以雖然啊 雖然我一方面是在想說 這個王淺秋局長 他其實有時候也是蠻聰明的 有時候民眾在看一個議題的時候 如果你處於下風 你要怎麼讓這個民眾馬上對這個議題跳過呢 把數據丟出來丟一大堆 讓這個議題變得非常的亂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這個前陣子這個 比方說前陣子 柯文哲市長有這個MG149的問題嘛 對不對 這個對方在打烏賊戰嘛 那他如果要造成這個既定印象說 喔如果說藍營的人 他要造成這個既定印象說 這個柯文哲有MG149的問題 他就會彈出一大堆的資料 讓這個民眾覺得喔 這樣很亂耶 所以整齊就鎖定一條最簡單的印象就是 這個我對你的直覺判斷是賣的 還是好的 這樣就改管了 所以這個王淺秋局長有的時候 他在處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在處理這種輿論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我覺得他也是在採用這種 乾脆我就丟很多的數據 丟很多的資料 然後把你 讓你這個議題喔 只剩下二分法 你要嘛就好 要嘛就是壞 可是我覺得喔 我用一個相對比較簡單 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聽了你可能也比較容易了解的方式來講 有時候這種施政滿意度喔 你去看那個數據 比如說經濟面啊 文化面啊 建設面啊 發展性啊 政策延續性 這我覺得最亂啊 有的時候我覺得一句話就改過了 這就是光榮感的問題 因為韓市長當選之後 其實他非常愛強調高雄市的光榮感嘛 每次人家在問他這個執政的時候 問他什麼 今年觀光課跟去年觀光課的數據的時候 這個先不說潘恩旭答的亂七八糟啦 韓國瑜就會出來說這個上任之後 高雄市民充滿光榮感 全台灣的焦點都在高雄 全世界的焦點也都在高雄 可是你知道嗎 為什麼講到光榮感 屏東縣長潘夢安他就第一名 然後你高雄市長韓國瑜就是最後一名 這真簡單嘛 兩個部分來看就好了 第一啦 屏東其實長期就是在這個台北媒體 因為台灣的媒體圈在台北嘛 那屏東長期完畢就是這個媒體就是不太注重報導 除非你有什麼除非有農業問題 這個豬溫 豬大便很臭 角流球的垃圾 不然就是一些什麼養雞場這種問題 你才可能越上全國版面 可是通常都是負面的 可是潘夢安在今年的時候做了一件事 他弄了屏東燈會 讓屏東燈會不只紅到這個台北去 紅到全台灣 讓大家都知道屏東辦了一個非常盛大 而且連續好幾天 還越上國際版面 甚至還要到國外參展的這個屏東燈會 弄下來就讓整個屏東只要人家聊到的時候 不再是聊什麼養豬場啊 然後這個屏東觀光業不好啊 還是醫療資源匱乏什麼 而是聊屏東燈會的時候 欸你作為一個屏東人 你長期客人忽視的那個感覺 你會怎麼樣 你會覺得喔 瞬間覺得很有光榮感 然後整個 欸覺得很不錯 那 他這個民調再來的時候 其實你在回答上面 你自然那個kimochi就會好嘛 可是高雄不是啊 你選出一個韓國爐之後 你不管這個觀光 你愛河每天都在變色嘛 你觀光 這個原地是這個城市觀光 啊 沒那麼變形什麼 故事情銷 沒那麼變形都韓粉觀光 然後韓市長行銷 欸這個高雄是你會當行銷 你的故事的事情 原地是這樣嘛 沒那麼變形說 你只能行銷你那個市長 你那顆市長的光頭 那這一切當然只是因為 潘仁旭局長想要捧他這個老闆的這個 給他PLP了 那在這件情況之下 全台灣的人 甚至說這個外國的人 我們這個想 白韓聯署四月的時候 我們還會想到 挪威 瑞典 加拿大 歐洲其他地方寄來的聯署書 表示什麼 表示 罷免韓國瑜這件事情 是紅到國外去的 而且也不只說聯署書啊 其實有時候這個韓國瑜 當選以行銃說要選總統的時候 海瓦這些研究中心 智庫包括美國 他們的一些研究中心 他們做出來的這個報導 甚至跟台灣民眾要強調的這些 都是認為說他是一個親中 而且危險的人物 而且他還怎樣 他還去踩 這個就算囉 你說美國歐洲嘛 台灣嘛 那就算囉 現在最紅的反送中 你韓國瑜 在三月份的時候 跑去香港 見到中聯辦去 完全踩到了所有香港人的底線 所以說連香港人 都會對這件事非常不適 所以這件事情 不只是影響到歐美 甚至連港澳地區的人 對你其實 感覺也不是到非常好 所以全台灣 對你感覺最好的 可能只剩下統派 那在對岸對你感覺最好的 可能只剩下習派 在這件事裡面 我們高雄人 如果你接到民調的時候 那肌肉質當然會不好 所以我才會說 有的時候 市政滿意度 你在那看什麼 經濟觀光社會 送你太多 面相太多 一句話就好了 那光榮感真的有差 所以你這個東西 排名出來的時候 不是韓市長嘴巴在講的 什麼城市光榮感 有時候光榮感是高雄市民自己在講的 很多這個在外地打拼的朋友們 不管你是年輕人 還是這個成年人 其實有時候在講到高雄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選舉 大家很好奇嘛 在想說你們高雄出的韓國瑜 講話很特別呢 這樣子很厲害 反應很快 然後講話很風趣 對不對 選上八個月之後 我不相信他還是認為說 高雄韓國瑜講話很風趣 因為有時候頻頻失言 失言太多次的時候 那就不是風趣了 他們只會覺得你這個人沒水準 當然這個今天不是主要要聊韓國瑜 當然一開始是 跟我們聽眾朋友來介紹 這個交代事 說我們今天另外一個主持人 雨貞 為什麼今天沒有在我們的這個節目上 原來是因為他去台北錄這個新聞向前看 那今天晚上 可以看到我們雨貞在電視上錄出 他可以來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他這兩天 跟這個韓粉對戰的心路歷程 好 那今天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這樣 不知道我們聽眾朋友有印象 像是昨天這個香港在反送中 當一屆的正確名稱是逃犯條例 那反送中的過程裡面其實很多 他跟中國政府站同一邊的這些人 他們都主張什麼 第二他認為說這個香港警察 這個毆打民眾 發射催淚彈是合法的 因為民眾這個是暴動 當然也有人認為說這個送中條例原本 就只是為了補足這個台灣跟港澳地區 原本如果有一些這個罪犯要移送的時候 法令上的不足 他非常的天真的認為他這個只是法令上的不足 那把他這個法令上的不足的部分把它補好 其實也沒什麼問題啊 那甚至還有人說什麼 有人說你們這個反送中 就是相對的要包庇這些罪犯啊 不想讓他們被移到中國大陸去受審判 那他們會用這個方式來挑戰我們嗎 那聽起來好像是 好像是因為中國的法律很棒就對了 那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兩天有發生一個新聞 他也不是這兩天啊 不知道聽眾朋友有沒有聽過這個 屏東縣仿寮鄉的鄉鎮顧問 李孟居先生 那他前陣子呢 已經失蹤第23天了喔 他前陣子到這個 他前陣子到這個 他前陣子到香港去刺激啦 那當時剛好是這個香港反送中的這個狀況嘛 那他在發聲呢 他就用手機拍了現場 香港外圍這個中國解放軍 正在集結的畫面 據說呢 傳給他在台灣的友人 那傳給他之後喔 這就是他傳給這個台灣的最後一張相片 因為他傳完這張相片之後 傳了中國解放軍在香港境外集結的相片之後 他就被中國公安抓走了 那失蹤了23天 為什麼到今天又浮出新聞呢 因為是因為喔 中國的這個國台辦的發言人馬曉光 今天第一次來見證 第一次證實說 喔 他真的是被中國給抓走了 那馬曉光怎麼說呢 他說理由是因為這個 屏東訪寮鄉的鄉鎮顧問李孟居 他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 那要被依法審查 聽到這裡 我們聽眾朋友講的認為說 喔這樣有可能是這個李孟居在中國那裡從事什麼破壞 還是間諜 他可能是007 應該不會啦 應該是普遍來說 我們聽到這個新聞都會認為說 啊又是一個莫名其妙被中國抓走的 真的只有四個字莫名其妙 而且他是在哪裡 他是在香港境內被抓走 欸那這個邏輯就不對啦 之前說香港要通過這個送中條例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不就是因為說香港沒有一個合法的管道 可以跟台灣還是跟這個澳門跟中國三方來通過這個合法的這個犯罪的引渡相關的這個行政手續嗎 那既然是這樣 表示說在送中條例通過之前 應該不會有任何一個人因為有淡下任何跟中國大陸相關的罪名而被送走才對啊 但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不是這樣耶 現在是送中條例還沒通過 我們台灣人民到香港去刺激 到底是不是因為那個鄉不知道喔 到底是不是因為那個中國解放軍的鄉皮都不知道喔 他就被因為一個很奇怪的條例叫做 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 然後就被抓走了 欸這個就不對啦 這個就充分的表現出 其實中國他的手早就已經伸進香港 今天不管有沒有通過這個送中條例 他都可以在香港境內抓人 而且他抓的喔 大家聽好喔 他抓的不只是香港人 他今天能夠抓的甚至是連台灣人跑到香港玩 他都能夠來把他抓走 這個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在這件事喔 我們台灣人拼凍和我同鄉的喔 拼凍這個李孟居先生他被抓走這件事情 我們得到一個警訊 原來中共他只是香港政府 只是這個林鄭月娥 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 他要通過這個送中條例 不就是要來補充說 香港原地是在香港抓人 中國原地在香港抓人是不合法 那通過送中條例 只不過是要把這件事情合法化 讓他在法律條文上有這個條例可查 欸這個就相當的恐怖 那包含前陣子 大概在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晚上我在台中嘛 那因為這個有些時間我會去幫忙的 處理台中的一些這個 他要在山區裡面的事情 那去台中的時候有一個香港人吃飯 那香港人就說喔 因為他們的香港這邊 他有一個中國 有這個兩邊往來的這個高鐵 那高鐵是在地下一樓 他就說喔 這個香港現在那邊很酷 那個香港的地鐵高鐵站 一樓以上歸香港政府館 地下室下去之後 他有一條山 這個山 過後 這個山 陷的另外一邊歸中國政府館 陷的這一邊歸香港政府館 也就是說喔 他有時候會怎麼樣 他說有時候甚至還會發生 香港這個高鐵站 地下室的中國公安 跑到地面上抓人 然後把他偷偷偷拖到地下室 過紅線之後 不好意思 你今天就是違反中國法律 他有可以合法抓你的權利 這個就很荒謬 甚至還有一個更酷的 如果你是在這條紅線的這一邊 香港這一邊 使用這個Facebook 是合法的 可是你如果過那條紅線 你到紅線的另外一邊 然後去使用Facebook 不好意思 你就是觸犯中國的法律 他有合法的權利可以抓你 那剛剛講的這個 是在這條紅線有效的時候 才可以 我們還可以這樣聲稱 說這個紅線有效 所以紅線兩頭是兩個世界 第一 這邊是香港這邊 至少是港英政府體制 他還有自己獨立 號稱獨立的這個法治基礎 那在紅線的另外一邊是中國 那當然就是隨便他要怎麼想 他羅織一個罪名怎麼抓你 就是他就是他開心 他就可以來抓你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又不一樣了 這個紅線現在其實已經形同虛設 因為他可以超越這個紅線 在香港裡面 不管你是要抓這個 香港銅鑼灣書店的玲瓏機店 還是抓我們的屏東 我們屏東的鄉親 這個訪寮鎮的鄉鎮顧問 這個李孟燕 來抓他 李孟居啦 李孟居是另外一個人 李孟居 他來抓他的時候 這個就不得了 所以在這邊還是特地的 鄭重的來呼籲我們全台灣的聽眾朋友 如果你有這個朋友 要到香港去刺激 我是建議在這個藩重中 不管是藩重中 還是說這個香港民陣營 在這個9月29號 要來埋這個全球 支援香港大遊行的全球連線 包括台灣這邊 各鄉 各這個台北 都會有這個遊行 還有這個選港 各鄉是在這個拉巴地的這個 外面的這個公園 那這個畢人小弟我也會到現場去進行 短講五分鐘 那如果有想要這個 大家來聊天 見個面的話也可以到現場去找我 這樣 那在這之前我是建議 我們是建議說 我們的聽眾朋友 如果你要到香港去刺激 或是說這個 我是建議到日本去比較安全 香港這個地方真的是比較不安全 當然 當然 因為這個香港現在的狀況 變成說 我們的公園是這個 反送中所造成的這個政治僵局 那這個政治僵局到底會怎麼解 目前其實各方 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只能說以拖待變 那當然以拖待變是說 看 是不是美中貿易戰呢 還是說這個中國十億國慶 因為你記得 十月一號要國慶了 那中共有可能會掌握在這個 十億國慶之前 來讓反送中緊急的來畫下一個ending 那當然我們想當然知道說 因為香港人 香港人進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說 正經這麼好打發 然後在雨傘革命失敗之後 其實香港人經歷過蠻長一段的 這個政治非常低迷的期間 那其實他們都有在做所謂的檢討 包含這一次他們的反送中運動 就跟上次香港的這個 雨傘運動不一樣 你沒看到正在紅頭 你沒看到頭人 他們可能是都沒有一個領導人 因為頂導有一個領導人之後 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領導人被抓 第二是領導人意見不一樣 反而導致運動非常的分散 有這個合理非非派 也有這個勇武鬥爭派 合理非非派就是說他們要和平 理性 非暴力 當然這些東西對運動是沒有效果的 我個人是因為 另外這一筆就是這個勇武鬥爭派 當然也是他們主張要衝香港立法會 主張說我們要進一步 可能推動香港獨立自主還是怎麼樣 那當然兩派在上次有這個政治 所謂的政治頭人在領導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很明確的有一個 在運動上有時候可能會造成分歧 所以說其實他們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在反省到他們這個民主運動 要怎麼來繼續好好走進去 所以說在這次的反重中運動裡面 其實他們能夠撐這麼久 也是因為歸功於他們前面其實做了非常多的戰術模擬 以及這個戰術上的創新升級之類的 好 那當然這個部分是香港的狀態 今天第一段的時候 先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大概報告一下 這個香港目前的狀況 那我們還是會來繼續 跟我們的聽眾朋友來繼續來分享 繼續來更新我們台灣跟香港這邊的狀況 不過我們今天在節目上 其實接下來的兩段我們要來聊的是另外一個狀況 當然一開始說的是這個香港那邊已經很慘了 我們就這個真的是暴雨同情 那也默默的支持香港的民眾 不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我們不要自己笨笨的送上門來 我們不要當那個羊群啊 人家是鱷魚嘴巴張開 我們就默默的這樣自己走進去 然後給它吃 這也不對啊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們下一段就要來聊 蘋果日報其實很厲害 他們臥底喔 去中國臥底三十幾天 然後臥底參加三個中國移民進入 很多那個很小很小的落地招待團 蘋果日報記者 臥底三十天跑到中國平潭北京 然後到這個地方去 來看看這些落地招待團 到底有包含這個青年創業的啦 還有旅遊的啦 還有很多很多這個各式五花八門的 看看這些人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我們家的蘋果日報 這真的要向人致敬 然後這個冒著生命危險 那如果人抓到絕對不可能沒辦法回來 這些記者走到那裡有這個驚人的發現 下一段我們回來我們來聊一下 中國的青創陷阱 原來都是 中國青創原來都是 假的 我們進一句話 待會兒 我們回到這裏 小書倒閉 人生無償 有人是為了親情、秀約、身體在緩樂 所有的緩樂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揮香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揮香讓自己的完妾 阿樂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令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 各種車種 包含旅車 轎車 休旅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哦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囉 商務接送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就叫全球租車 電話07813-3402 813-3402 親愛的爸爸媽媽 女兒子出社會打拼 有時是比較辛苦 好感到有建戶給我做口酸 出外租出租金補助最高五千塊 全公共幼兒園 小孩每個月最多四千塊 今年已經大減稅 明年制度優化會新加更多哦 生活比較輕鬆 請您不用擔憂 要把身體更好哦 讓他們繼續拼 替我們到處到台灣 隨著年齡增長 您更需要補充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是人體組織中 重要的蛋白質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膠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讓您安心無負擔補充膠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讓您容光煥發真的很簡單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限制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 0809 092 898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網 歡迎回來 子余生活234 這部時間 我是朱祺琳 張曉波 好 我們接下來這一節 來進入今天的正題 我前兩天 應該說前陣子 我們等一下 我們看 就沒有剛好 在控告機的線上 蘋果日報 其實我前陣子 有發現說 他們開始收費了 那收費之後 一開始很便宜 他好像只要 二十塊吧 可以訂閱一個月 我就想我一個月二十塊 我們看線上蘋果日報也不錯 因為這個有時候 我們要準備這個電台的時候 也是要看這個新聞嘛 然後我就訂閱 訂閱之後 過了一個月到九月的時候 欸 他竟然沒有經過我同意 他就突然給我 自動續訂一個月 我一開始想說 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也不知道 他要續訂 我就沒聽到這個消息 可能是我漏掉 可能有寄信給我不太確定 然後他就續訂了一個月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因為我也懶得去處理 我就沒有特地的去把它取消還是怎麼樣 過了兩天之後 我就看到蘋果日報做出這篇報導 我就覺得 好啦可以啦 其實OK啦 我覺得各位 我們可以付一些錢 應該說他願意去認真地經營這些新聞 然後願意派記者 然後去深入地做報導的這些媒體 我認為都是凱亞斯要給他們做這個鼓勵 那這篇報導是什麼呢 他其實就是蘋果 他不是只有一篇而已 他還有第二篇 第三篇的時候 我們也會繼續在這個節目上面說 這篇報導是什麼呢 他說 就是戳破中國夢 蘋果臥底15天直擊接平潭造園的惠台騙局 為什麼今天要來講這個 原因是因為這個平潭 其實這個地方 他在哪裡 他是福建省平潭線 那他距離我們台灣最近的地方是新竹 他跟新竹 這個直線距離 我有看這個報道裡面的經歷 差不多是126公里而已 其實很近喔 那平潭這個地方 他有點像是福建的小琉球 不過他蠻大的啦 他大小大概是台北市的1.1 他大概是1.3個台北市這麼大 不過他的人口 他的林口所幾乎差不多40萬 所以其實人沒多 人沒多 其實我剛才有去查 台北市政有定義在案的 這個林口所差不多是265萬人 包括到外地 你在做工作 吃頭的 這些人整個台北人口 都會去人口大概是700萬人 其實蠻多的 那這個平潭他比台北還要大 可是他人口竟然不到台北的這個 台北有登記在260 那他只有大概六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其實是非常稀少的人口數 那為什麼會選平潭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之前 不知道有在節目上面跟我們聽眾朋友說過 平潭這個地方是這個中國 他選定了一國兩制示範區 那裡面包含什麼 他給台灣這個 給台灣就是去那邊工作的人高薪 還有安家費 還有租屋補貼 還有創業優惠 還有退稅優惠 還有什麼 你如果商品賣到平潭去 各有免關稅 然後甚至是 如果你在那裡 因為他要在這個地方開發 這個風景區 那風景區需要什麼 你可能需要住宿 所以如果有民宿業者去那邊投資 他還給你投資優惠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 說這麼難聽的 他就是設立一個小小的特區 那吸引台灣的這個 他主要是要吸引創業人才 就是我們常常在說的 這個輕創產業 他就是要提供到我們台灣 這些創業的人才 然後資金到那邊去創業 那蘋果這個為什麼說要很用心 他總共花了15天跑去平潭 那又再坐飛機去北京 有這個9天台胞青年輕人下令營 那甚至再花了8天去什麼 去貴州參加這個 中華兒女文實體驗影 那他會分三個部分來報導 那我們今天就跟聽眾朋友來報導 來這個分享第一部分 這個蘋果裡面是這樣說的 他說因為 其實最近這個中國 他有特地是到了這個 建黨100週年 其實快到了 那加上什麼 加上習近平他也想要獲得他的歷史定位 加上這個美中貿易戰 其實某個程度上 他在貿易戰施力一抵 他必須要用民族主義 把他整個中國裡面所有的民怨 把他放到習近平收復台灣 這個百年歷史大業這件事情上 不然他在民眾的理由說 我金財壞 你其他地方也給我一個比較安心的地方 你知道大家好像過去 國民黨去香港踏出聯合國的時候 當時有武器的什麼 武器的軍工才有挑釁運動 他就是要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把人民的這個不安 跟這個怒氣導向 他找一個地方有這個所謂的出口 那他那時候做的其中一項就是軍工教的挑釁 他必須要穩定民心 那中國他做的是比較負面表述的 也就是說他在這個國際局勢上 他可能被美國打趴 他可能面臨這個華為的這個限制令 他可能面臨一些對中國裡面的民生問題 包括他們的這個社會信用的監控 還沒有做得很 沒有做到全國都很矯正的部分 他必須要拿一個東西 給他們民眾有一個精神上的寄託 這個東西就是他們 常常在這個習近平語錄 或是說他們的中華文化 這個交友裡面的台灣自古 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想要做這個東西 所以在這個狀況 他必須要非常來密切 而且還加重這個奪取台灣的密度 所以我們才會說 他去年在1.124選完之後 他培育出了韓國瑜這個中共代理人 他甚至是不需要跟國民黨簽合約 他就可以來操縱台灣的選舉 其實這都是 這些東西我們台灣民眾必須要知道的 這些很恐怖 我們要知道的警訊 但是好像台灣社會不是很在乎 可能比較在乎屏東的養雞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OK 我們來說這個東西 其實差不多在2001年 大家想看看 2001年在什麼人接近的時候 2011年其實就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所以其實中國早就在馬英九執政的時期 就默默的在推出 頭頭在那裡慢慢慢慢在撒這些東西 一些比方說會台政策 什麼棄做台灣青年 要讓台灣青年去那邊工作 簽合約的方式 其實他都是要做什麼 因為習近平說過一句話 他說從娃娃抓起 所以為這個幼稚園到國小到國中到高中到這個社會青年 其實他都有一套的 比方說他在學校 他就可以做什麼 他就可以做這種作文交流比賽 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在大學 差不多是10年前 差不多我大二的時候 我20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一個通識老師 小王 聽說他後來有去綁這個 他有擔任韓國瑜的競選 這個麥克風手 不是這個搶搶棍 不是搶棍嘛 不是這個文三伯 是很年輕的小王 正經也在高音大裡面教授 這老師其實他每年都有在帶高音大的學生 到中國的東北做交流團 那其實那時候都有補助 而且還滿便宜的 只是我沒有去 我同學也有去 他回來是沒有跟我說什麼 但是我那時候就知道 其實學校的老師都有在帶一些學生 到中國去做這些交流 到底有通前沒有通前 可能要他們去過 因為我沒有去過 所以我不敢亂講 但是有通前沒有通前 其實要他們回來的人才知道 OK 所以說其實他們在這個 很多方方面面 包括在學的跟畢業的 其他都有非常多的手段 可以讓我們台灣的學生 台灣的年輕人到中國去 那2011年的時候 中國就喊出一個叫做 一天一個億 總共要投入2500億人民幣 大概1.1兆台幣 建設福建省平潭島 就是我剛講的人口數只有40萬 但是面積是台北市1.3倍大的 平潭 作為什麼 作為一國兩制的這個實驗中心 那為什麼我會說 他是一國兩制實驗中心 因為我去查這個 中國有很多官媒 之前有一個 這個碧人小弟 我也曾經被他PO上網 照片被PO上去的這個中頻網 他就寫說什麼呢 中國國務院有正式批准這個 平潭綜合實驗區整體發展計畫 那明確的提出什麼 他提出說 兩岸同胞共同建設 先行先事 科學發展的共同家園 我覺得中國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有 他明明就是做生意嘛 那就投資 那你投資就投資 可是他就很喜歡再投資 你也會說你的橋頭科學園區說 那個是台南人跟高雄人的共同家園嗎 不會嘛 你也不會說這個 譚子科學園區是什麼 豐原人跟這個 譚子人的共同家園 你也不會這樣 豐原科學園區 你都不會這樣講 可是 中國每次他有任何的投資 他就會跟你加上什麼 共同家園啊 然後什麼共園 什麼夢想啊 這些 就屁話 你知道 因為你做生意的人 你會有一個投資的想法 絕對是因為那裡可以賺錢嘛 甚至說那裡可以發展什麼東西 他有一些投資的利多嘛 包含這個人才嘛 能源嘛 然後一些建設又會補貼什麼的 誰會因為 那邊是一個家園 你就會投資 所以有時候我都看到中國 他們提出一些 什麼共同家園 這種的投資計畫 我們剛剛這都很嚎笑的 但是 有些人就會去 去那裡我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就在這個胡志強當市長 馬英九當總統的情況下呢 當時有一個叫做海霞號的這個郵輪 從這個台中跟平潭來做這個直航 大概時間 因為他的距離其實沒有很遠嘛 剛剛有講到130公里而已 所以航行大約2小時30分鐘 可以抵達台中港 那甚至引發當時這個 因為他的報導當然是說對話 他說引發祖國大陸台商的積極評價 認為這一行是對於密切 閉台經商合作發展海峽旅遊 方便兩岸人員往來 然後呢 重點來了 他說要把平潭打造成台灣民眾第二生活圈 這就覺得很恐怖 因為有時候人才的吸引是這樣嘛 他必須要有人流物流 還有金流 那金流過去很簡單 物流過去也很簡單 因為物流過去有小三通 你金流過去更簡單 那其實台商這個 因為全球的話 你錢要過去投資很簡單 你只要被課稅完 你就可以過去投資了 所以金流跟物流其實過去很簡單 但是人流過去有一個問題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兩岸的工資沒有差太 差的非常多的時候 台灣年輕人沒有必要到那邊去工作 但是當馬英九時期 劉兆璇推出22K 讓兩岸工資一體化的時候 這個限制就取消了 然後再來是什麼 當兩邊的航行變近 跟高鐵差不多 南北往返兩小時 跟坐郵輪過去也是兩小時半的時候 他在某個程度上也取消了 他去出銷到台灣的年輕人 過那些十條路的一些很多的時候 人有可能就過了 所以他這裡有畫出什麼 他這裡有畫出台灣民眾的第二生活圈 就是要叫你們過那麼大 在你們過那麼大的時候 他就能夠近距離幫你洗腦 因為你正是住在這裡 你的故言 你的生活的方式 你在這裡的一些文化社會 要跟你通話不太簡單 除非他叫一個中國人來選台北市長 雖然說已經選掉了 所以不太簡單 但是 他如果今天跟你說第二生活圈 你真的過那麼大的時候 他要跟你通話很簡單 所以我其實有一些同學 高中或是大學的時候 看他都很正常 但是他到那裡突出的時候 回來 有的時候 不能說他是變通牌 但是他的思考 我會對的認為說 他有頭到 是這個時候他有好或不好 我是認為說不一定 不一定是賣 因為他身體裡面 也是說他認為他是台灣人 但是在一些關鍵的時候 我在跟他辯論 或是看他的一些 講話的方式的時候 我就有認為說 你也太過信任中國政府了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都不一定信任 這個中國政府了 結果你走那裡 你很信任中國政府 這我就不知道是怎樣 這我就不知道是怎樣 OK 當然這個平潭示範區裡面 他還有一個問題出現 其實這個 大概2013年2014年的時候 台灣直接就有報導 其實台灣有八個台灣的村里長 有擔任福建省平潭的村委會的執行主任 甚至有一個人很有名 他就是台北市文山區的 這個中順利的理長曾寧琪 他就是在這個平潭綜合實驗區裡面 擔任這個幹部 這是台灣的理長 走到那裡做幹部 這不得了 這個其實在陸委會的法規裡面 是不合法的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他其實真的蠻扯的 那當然我們這個蘋果日報的記者 我認為他真的是非常的有勇氣 他在這個報道裡面 他就說 他先透過這個微信 報名什麼平潭就業考察團 他就走到那裡 當然去那裡 當然他那邊的人就會跟你說 這裡越好越好 他就說這個 含時速 含來回傳票 台中到平潭來回傳票 大家想看看 多少 你 欸 還有包價包大包多順 到那裡近年只要八千八百塊 你敢信 這個後面沒有這個政治力的介入 這個我才不相信 拜託怎麼可能這麼便宜 這真的非常的便宜 便宜到非常的誇張 平均一天旅費只要五百塊 又還有導遊 又包吃包住包介紹 這個真的很誇張 那好 OK 那而且 因為那個團原本他寫說 那個團延遲了兩週才出發 所以他還折價兩千塊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這個賺到了 殊不知 這個記者寫說 殊不知他們將經歷一個混亂空洞 然後吃住品質低落的噩夢行程 然後呢 他們還沒有上岸 就在岸邊看到那個台上 有那個扁 有那個很大那個看板 譬如說你到好萊塢 你會看到他 看一個白鴨寫哈利物嘛 你看到這個基町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這個中藝的白鴨 他到這個平坦 還沒到他就看頂管寫一個 兩岸一家親 然後平坦親上親 哇 這個中國人的文學造詞 真的是很好呢 這個頂管就看到這個理 那所以這個 有一個台北市長在說 兩岸一家親 是什麼我對你表示我的善意嗎 那我覺得 嗯 的確啦 因為中國人在這個看板上 他也明確的表達對台灣的善意 要統戰的善意 兩岸一家親 平坦親上親 那上面還有寫什麼 他就說這個 他說這種紅底黃字的布條 在街上隨處可見 彷彿就是在追求很多那個 來追求這個中國夢的這些台灣人 因為譬如說丁管各位 下什麼 加速建設兩岸共同家園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讓人家感覺蠻不舒服的 不知道現在金門是不是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 你告訴一個地方 他其實什麼都沒有啦 為什麼我說什麼都沒有 其實我等一下繼續念這個 報導的時候 讓大家知道真的什麼都沒有 那OK 那他們剛到平坦的時候 他說考察團的這個主辦方啊 就一直跟他們洗腦 他說 台灣人的祖先也是從大陸過去討生活的呀 現在大陸富有起來了 特別是平坦福利這麼好的時候 有什麼理由不回來呢 有很多理由啊 其實就是不想 我們等一下就知道什麼理由不回去了 這個 他說平坦的福利很好嘛 我們來繼續看看這個 到底福利好不好 我們往下看哦 這個記者說 蘋果日報的記者 他說我們走進這個平坦市區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很多這個獨棟招租的這個空大樓 然後整排閒置的店面 然後紗窗上還堆滿紗塵 這個是哪裡 不是高雄火車站前面 現在高雄火車站前面 真的是不在發大財 連我們這個很多人 為我國小到有的這個光纜大批發 到現在已經怪問了 整個高雄火車頭頭前一排 理論上應該是黃金店面嘛 拍謝 竟是黃金招租店面 整排都在租啦 除了這個保鮮班 因為它是財團比較好一點 它是大企業的 所以它比較好一點 所以它比較沒得到 賣當勞 還有一些包括摩斯漢堡這些東西 其實幾百個差不多都 都是一些很大很大的招租啦 當然這部分是因為高雄商圈轉移嘛 當然這部分也是因為高雄真的 沒人到這個 香港爐酒飲料後 沒有發大財的這個問題 也沒有被解決 那現在高雄的狀況其實蠻慘的 那好我們講回來這個平坦 他說剛才導遊是說大陸富有起來了 平坦福利很好嘛 結果他們走進平坦的市中心喔 剛才有說 平坦因為人口西出嘛 40萬人而已 土地比台北市更大 他們的市中心理論上應該是很密集嘛 你都說市中心了嘛 結果他說裡面的市中心 你今年是整排都是空大樓 啊招租啦 閒置的店面 然後上面很多這個 這個沙塵嘛 好沒關係 那我們來看看平坦 中央官方的這個管委會 他理論上應該是很多人嘛 因為照你來說 你說共元兩岸中國夢 啊這個共同建設兩岸家園 理論上中央很重視的啊 應該是很多人 他說總共32站樓啦 裡面有20站20層樓 是沒有人使用的 那個這個到底是 這很像旅遊詐騙 你被騙去 然後帶你去看一個大樓 然後接下來就叫你去打詐騙電話 欸很多 別笑了 這很多台灣人真的去那邊騙你 去卡這個詐騙電話 都是這樣來的 都是說 叫你去那邊吃頭路 結果到那裡就 叫你叫我一個房間裡面 啊跟你說 你現在開始就是打這個詐騙電話 那是怎麼我會知道 是因為這個 我有實在的人 不要去別人騙過啊 那些人的親情 不要去別人騙過啊 好感到平安回來啦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 我們繼續來聊這個 兩岸共元中國夢裡面 有多麼的不堪 進來廣告 小時候令人生無殘 社產時都變 人生無殘 有的人是為著親情 需要 身體在緩熱 所有的歡樂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揮手紋 我們要睡前揮手 讓自己的安全在住 做生我們的信賴會更平靜 免費自己結縁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阿樂 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令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 各種車種 包含旅車 轎車 休旅車 大巴 中巴 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哦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了 上午接送 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就找全球租車 電話 07-813-3402 813-3402 從生完小孩抱著上下樓梯 現在走路變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紀大了吼 走路很不舒服 保養變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產品 讓你隨時更方便 選用來自純淨無污染的紐西蘭奇基之輩 清口一杯萃取物 現在葡萄糖胺MSM官戶乳膏 特價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或播0809-092-898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歡迎回來自於生活234這部時間 我是朱祁林 張曉博 我們今天就是一起在聊這個詐騙集團的一集專題 那當然剛剛講到說 中國把這個平坦福建的這個小小的外島 其實也不小啦 比台北市 大概是台北市的1.5倍大 他把這個地方當成這個一國兩制的示範區 然後招商台灣的很多這個年輕人 或者是投資企業家到那邊去投資 那蘋果日報臥底到那邊報名這個招商旅遊團 然後去那裡去看這些招商的東西 結果發覺說裡面 32層的這個中國中央的辦公大樓 招商大樓竟然有20層是閒置 然後滿街都是市中心整排都在招租 都租不出去 然後這個窗子上面都是沙塵 這整個很像惡靈古堡你知道嗎 那這個他們就是 我們繼續把故事往下講 他們就繼續來 接下來就被帶到了這個裡面有一個 你只要去平坦參觀 他就會帶你去看這個會台樣板 那當然你到那裡 他當然也是帶你去看最好的 這個最好的所在是什麼呢 叫做台灣創業園區 那戰地差不多4.3個台北小巨蛋 然後總共有36棟大樓 規劃為台灣青年的創業基地 而且他說你走進去的時候 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標語 寫什麼寫說 左眼台灣 清晨一線 青年一代 打造台胞第二生活圈 我覺得中國人對這種標語實在是非常有天分 好 但重點不是他們的標語 重點是他們裡面 這裡有一個台胞叫做陳孟邦 陳孟邦就跟他們說什麼 他說目前在這個台創園區裡面定期的蓋子 應該有幾百間喔 但是呢 實際上 實際上在這裡 吃頭路的人並沒有那麼多 因為差不多2,90年來 這個台胞從2,90年來 到近差不多三年了 他說這麼大的園區 4.3個台北巨蛋大 36棟大樓裡面 已經突破300家企業登記 但是實際喔 在這邊上班的人 其實沒有幾個人 整個園區看起來非常的冷清 那你知道這個地方 對台灣多好嗎 他說 他給台灣來的這些創業人士 給他們超國民待遇 比他們這個中國人來這裡投資更好 前三年 無償提供辦公室跟家具 水電全免 租金什麼都不用 而且每年還提供創業輔助 大概13萬的台幣 為期三年 那如果你在這邊聘請台灣員工 也就是說 你若是幫 中國又找越多的台灣人來這裡上班 他每個月會補助你6600塊台幣的生活費 什麼意思 這麼簡單 他要人啊 我剛才有說嘛 金流物流很簡單 小三通可以達到 大三通也可以達到 但是人流比較困難 所以如果平潭這個地方要來做的話 他必須要想辦法 讓他主動去把人找來 甚至是讓來的台商 再去幫他找人來 這樣老鼠會差不多啦 你錄會之後 你就必須要去找其他桌的人 跟你一樣 繼續去幫人詐騙嘛 那所以他就在裡面說 他說一位不願具名的 不是剛剛那位台商 另外一位台商 一位不願具名的台商透露 他說 很多這些企業都是看到他們的退稅政策 還有補貼才跑來這邊創業 可是實際上他們的公司根本就不在這邊 所以其實我覺得中國人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上片下下在片下 大家一層騙 毒片片不如中片片 這是王世堅說的 他是在行農科文者 大家騙來騙去啦 他一直 反正你這裡有這個招商的優惠補貼嘛 我就來這裡投資嘛 但是我也知道這個地方是太騙的嘛 所以說 我來這裡投資 但是我沒有在這裡上班 我去包圍賺錢 但是你這裡的包貼 你這裡的水金 這些東西我照收 這個聽起來蠻厲害的 這個是中國官場的險惡 他說台商只要將發票開在平坦 然後人待滿中國90天 馬上就可以請領補助 導致台商的創業園區難以產生群聚效應 因為整個園區 這不是我講的 我剛才那是我講的 但是現在不是我講的 這是台商講的 他說 他說整個園區幾乎變成 騙取補助款的空殼 這個才是最好笑的 然後 當然 我們講他空殼 一定要有評有據嘛 對不對 他說 翻開台灣創業園區的人才招募 他的職業類型相當的混雜 從什麼Java軟件工程師 我們叫軟體 軟件是中國用詞 台灣叫軟體 然後 到這個酒店招待 什麼都有 沒有明確的發展定位 他說部分的公司職缺內容描述非常的空洞 比方說裡面有什麼 平坦福建平坦愛玩客旅遊發展公司 平坦影像公司為例 他說以這兩間公司為例 你去免費嘛 因為 比方剛才的104公司一定會招募員工的要求 你要有什麼匯圖能力 你要有管理能力 行銷能力 然後就業滿幾年 沒有 這個報導裡面寫說 他裡面有一些公司的招募的職缺內容 寫說 你只要對人熱情有想法 品德端正責任心強 你就可以來面試了 這聽起來就很騙啊 這感覺就是詐騙嘛 然後他就說 那個記者很壞 他就寫說 這個很難讓人不跟空殼公司做聯想 那還有最扯的是什麼 他說因為 我們一開始有介紹 平坦這個地方 其實他有免稅優惠 那也就是說 我們東西賣到平坦去的話 其實他不會被課很重的稅金 那甚至還有免稅優惠 有些是免稅 他就說這裡甚至變成走私天堂 因為平坦又很大 他有一個小鎮是專為台灣人設計 叫做台灣小鎮 那裡面就會賣一些台皮啊 蘋果西達啊 包括金蘭醬油啊 只要你表面叫做台灣 這座MIT 那他就可以享有進口免關稅 消費稅 然後進口環節增值稅 等等這個優惠措施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走私的話 這裡是寶島 這個是 佛摩莎啦 他說 這個 2014年啟用的這個市場 吸引台商進駐 打出簽約4年 前三年甚至可以免租金的優惠 成功吸引超過200位商家 來這個籌資社會 但過去五年風光不再 當然啦 因為中國人很喜歡炒短線啊 2014年 拜託 2014年 那當然就是要繼續來玩這個嘛 馬英九的這種 跟中國好啊 然後他為了要炒 這個就讓我想到齁 這個真的剛剛沒有準備到 這我是突然想到 大家有沒有印象韓國瑜的MOU啊 過了八個月了 還有沒有人去仔細的回想 他的MOU 到底實際的經濟效益在哪裡 那這個2014年 在福建平潭這個地方 啟用的這種市場 當年也號稱說了200位商家 社櫃啊 結果呢 蘋果日報實際走訪 多數店家早就已經倒了啦 剩下什麼 一樓店家咬牙苦撐 然後他說造訪當天 只有他們一團人在這個店家參觀 根本就沒有其他的這個遊客 而且店員都在玩手機 而且他們去問這些店員說 啊你一天吼 你們這個公司 這個便利商店 要是賺多少啊 啊這些店員都在那裡找 不跟他講啊 那甚至吼 這個不但免稅店裡面 這個人潮冷清啊 門口的這個什麼 海關管制口卻熱鬧非凡 欸 這個就不對了啊 如果沒有人買 為什麼海關熱鬧非凡呢 哦 這個就有趣了哦 所以蘋果日報 他們馬上就嗅到不尋常的味道 他們馬上就去詢問這個 他們叫做螞蟻公啊 就是這些買頭工人啊 就去問他們說 欸 啊這個 沒人買東西 你們是怎麼在那一生一生的 這些台皮 一生一生的導遊在那裡搬呢 結果深入追查了 我才發現說 原來啊 這個為了刺激買氣 反而成為這個走私後門 這些臨時工 他們每天 通常就是把這些免稅商品 拉拉拉拉 拉進去嘛 那他們就可以賺這個佣金外快 然後呢 蘋果就去問了這些貨物的流向 因為你沒有人買 那你這個貨物到底去哪裡咧 啊 原來如此 海關人員他們就堅稱說 貨物只會在平潭內流通 那這個 按照當地的稅務政策 如果這個免稅商品 他要從平潭 銷往中國大陸的內地的話 需要加徵進口關稅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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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在場的物流業者 直接跟他們坦白說 這些貨物由這些 這些中國的買頭工人 拉出關之後 都會直接上貨車 直接賣往福州上海 絕對不會留在平潭 欸 剛剛海關人員說 這些貨品都會留在平潭 然後物流業者說 這些商品不會留在平潭 所以這個 我們會聽眾朋友 你相信 賺一個 好啊 我沒有做判斷 我也沒有說 這到底有明顯違法 逃漏稅 這是給中國政府 有可能這個 有中國政府的人在聽我們的 說報電台 所以我現在換成台語就是 沒有要讓他們知道 這些人在逃漏稅 免得他們明天被抓 OK 所以說 這個真的很扯 他用各種各式各樣會台措施 然後把台商騙過去之後 欸 跟聽眾朋友報告喔 這些去的 包含這些貨品 它沒有什麼技術問題 它頂多就是走私 那甚至有一些人被騙去 然後騙去那邊 然後上班 對不對 但是最嚴重的是什麼 如果你手上是像台達 廣達 友達 台積 然後聯電這些 如果你是有技術的 如果你是有技術的 而且是關鍵技術 甚至是讓你公司 再多活10年的關鍵技術 你跑去那邊設廠 結果被騙到血本無歸 技術被騙走 像石斑魚這樣 然後你被踢回來的時候 那你危急的不只是你自己 你養家活口的這個產業 你甚至是危急的 可能是整個台灣的 國安問題 整個台灣 台灣的這個 產業生態的問題 這都是很恐怖的 所以說我們常常在看到 這個中國 他們的物資會台什麼東西 聽起來都很好 那台灣藍的 紅的 都會跟你說很好 那當然後來在2016年之後 多一組 白的 也跟你說很好 因為白的主張要交流 你總不能跟我說 白的主張要交流 然後會台不好 沒有 我們沒有在 抹紅柯文哲 你只要告訴我交流很好的 我都認為你有問題 因為 很簡單嘛 交流很好的 我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不去跟馬來西亞交流 你為什麼不去跟日本交流 你為什麼不去跟美國交流 你就是要向中國交流 你柯文哲動算了 你那些輪胆 你為什麼偏偏就是宗愛 跑去找蔡衍民 跟他說 欸蔡董 我想要來 繼續來辦這個 上海 這個雙城論壇 你為什麼不去跟美國辦論壇 你不是跟美國很好嗎 你不是要去美國去巡迴嗎 很奇怪的 所以說 今天跟我們聽眾朋友分享 其實這個報道很長的 所以沒什麼知道 繼續來講這個平坦裡面的 這個商業的詐騙 這真的吃很精采 這個東西 我也是很期待 蘋果之報 能夠繼續的深入 我願意這個下個月 再被你們繼續扣款 但是麻煩你們繼續的深入的 把一些中國內部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來報導給我們這個 很多的台灣民眾來聽 只要你們肯報 我們快樂聯播網 子餘生活234 一定會幫你們繼續 用我們的這個喇叭 用我們的這個平台 來繼續讓更多的聽眾朋友 來知道這麼多這個中國 不管是這個交響也好 還是土豬也好 還是政治也好 這些東西 到底後面有 外面危險的這些政治訊息 都一定要讓我們聽眾朋友來知道 OK 因為這個時間的外面 我們待會兒八點的時候 要準時來收看 我們的這個年代新聞台 就來看宇貞 今天到底跟我們說什麼東西 OK 因為時間的關係 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晚安 拜拜